老公 婆婆突然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这是怎么回事 吓了我一跳 婆婆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 我妈没跟我说啊 小傻瓜 有人给钱不好啊 给你你就收着啊 我不敢了 你知道的 婆婆不喜欢我 如果她是试探我的 我要是收了就闯祸了 婆婆的气场太强了 我干不过 这不还有你老公我的吗 我还能让你吃亏了 我妈以前的工作是领导 所以比较强势一些 但是她还是挺讲理的 不会太为难人 我知道 要不是因为我娘家的原因 我估计婆婆应该会喜欢我的 因为刚开始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婆婆就说她喜欢我这样温柔善良的女人 好了 以前的是别想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小雅 我去帮你问问我妈怎么回事 于是阿伟就去找了母亲 妈 你怎么给小雅赚了十万块钱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一举动可把你儿媳妇吓坏了 儿子 以后你的工资不要交给我了 以后都交给你老婆吧 这十万块钱是这两年你的工资攒下来的 妈 你发烧了 还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既然主动要我把工资给我老婆 你不是不喜欢我老婆的吗 我以前确实不喜欢她 但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 怎么了妈 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了吗 你跟我讲讲呗 上个月我跳舞的时候把尾骨摔裂了 疼得只能在床上躺着 连上厕所都起不来 你爸还没退休 没法照顾我 你又是个大男人 不方便 我原本想着请个护工的 谁知道你老婆主动说要来照顾我 这个是我知道 我老婆说请护工 哪有自己家里人照顾的周到 而且她现在不上班 在家备孕也没事做 她跟我说 你想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我心里其实是排斥的 现在的年轻人 哪有那个耐心来照顾老人的 后来我想着给她一个机会 如果她做得不好 我再让她走也不算为难她 但是我没想到 她真能放下恩怨 尽心伺候我 妈 小雅是个很心善的女人 当初要不是因为她善良 我也不会娶她 我可是高干子女 眼光还是很高的 你是个疼老婆的 比你爸可强多了 我睡在床上不能动 白天你老婆真的是给我丹屎淡尿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但是你老婆眉头都眉皱一下 也没有任何怨言 就根据医生给的方案 帮我按摩 给我做饭 样样她都做得很好 有的时候我夜里也想方便了 你爸都嫌弃我脏 嫌弃麻烦 我就挺委屈的 最亲近的老公 都不如一个嫁进来的儿媳妇 我爸被你照顾了一辈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人 是啊 也是被我灌出来的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老婆真的不嫌弃 伺候了我一个月 我觉得哪怕就是闺女也做不到她那样 当初你们谈婚论嫁的时候 因为她娘家出儿反耳 所以我把器材撒在你老婆身上 对她没什么好脸色 我以为她也是讨厌我的 看来是我小心眼了 妈 你也别这么说自己 你们俩其实都没错 只是因为我岳母 你们才有了隔阂 当初说好的彩礼十八万八千 后来又涨了十万 最后结婚的时候又要了八万的上教礼 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是婆家给的彩礼都会被新娘子带回来 一开始我岳母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我才那么痛快地一次又一次地把钱给了 谁能知道最后被她摆了一道 一分钱也没让小雅拿回来 小雅因为这个也和她妈吵了一架 但是那毕竟是她的母亲 也不能说就直接断绝了关系 是吧 就因为你岳母的贪心 不光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没了面子 咱家还损失了那么多钱 如果不是我跟你爸工作都挺好的 哪会有那么多钱 跟谁都心疼啊 我看你老婆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她是个福地魔 所以我才让你把工资给我 只给你们留生活费 我就是怕你老婆什么都往娘家送 这两年观察下来 你老婆也算是个明白人 知道她娘家太贪心 所以很少回娘家 逢年过节的送的节礼也很普通 小雅要是个糊涂虫 你觉得你儿子 我能跟她过下去吗 她娘家贪了彩礼 我不会太生气 因为只有咱们这边是这个习俗 有的地方彩礼就是给娘家当做养女儿的酬劳的 所以我觉得彩礼直接给了她娘家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生气的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骗我 小雅对她妈的做法也很生气 所以现在她都不想跟娘家联系 只一心系在我们这个家上 我也看出来了 所以我才愿意把你的工资都给她了 以后你们就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我和你爸都有不少的养老金 不用你们养着 将来你们有了孩子 需要我给带呢 我就给带着 不想要我给带呢 我就给奶粉钱补贴你们一些 等我老了 我还是要指望儿媳妇照顾的 儿子从母亲这回去就把母亲的话传给了老婆 老公 我很高兴 我终于得到婆婆的肯定了 这也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 如果你在我妈讨厌你的时候 也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我估计你们婆媳之间以后都会很冷淡 幸好你是个深名大义的 为了咱们这个家委屈求全 因为是我娘家做错了 所以我感觉挺亏欠你们的 婆婆对我态度不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妈已经做错了 钱也要不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行动来弥补 结果显而易见 人心换人心 我用真心对待婆婆 婆婆也会看到我的孝心的 看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为这位有孝心的儿媳加油点赞